众所周知 好声音国庆节 三联播结束 着实让观众看得有些过瘾 在八强赛中每位选手都表现出了最好水平 也都是实现着自我突破 得到梁永超 汪峰 李克勤 李荣浩导师的政客 而伴随着场外的呼声 关于最新赛事进展也遭到了曝光 本季五强选手全部出炉 他们分别是王静雯 姚小棠 五颗月 陈文飞 贺三 而出来炸到好声音的李克勤 就像他自己所说 一开始确实肉眼可见的紧张 好在随着节目推进 大家也都看到李克勤赛场运筹帷幄的能力 仿佛就跟现场编写剧本一般 为了帮助学员加油鼓劲 李克勤导师在私下也是与学员亲切互动 近日谢霆锋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他表示 对于喜欢音乐的小伙伴来说 中国好声音绝对是一档不容错过的综艺 如今比赛也逐渐进入了后半段 前两天我看到爆料 网上五强都曝光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问李克勤 当然 五朵金花各有特色 都是后进十足的学员 能够过关转将走得这么远 肯定都是问鼎冠军的实力 哈哈哈哈 随后谢霆锋画风一转 好声音五强赛后 自己也是立马给李克勤提建议 而问到为何给李克勤提建议时 谢霆锋调侃其实自己参加了春音 也是那么一丢丢的遗憾的 当然自己也是非常看好李克勤 尤其是他站队的五颗月 我与他们有一种共同呼吸共同命运的感觉 给他们建议 主要还是想让他们请客 哈哈 这原因也让人笑翻 当然就目前的名单来看 谁能夺冠还是个未知数 而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上面 导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员 话又说回来 你觉得李克勤战队能否夺冠呢 但是有很关键的一点 首战第一人除了足够实力 对自己有信心外 还必须有足够的抗压能力 因为肩负着全村人的希望 这个人也势必力压倍增 多方面权衡之后李克勤派出了虞空 为什么要派虞空呢 仅仅是因为当朝那首恰好太感人了吗 不 李克勤老师还有多思考 李克勤是因为综合考量了虞空的实力 信息和抗压能力 才认为他出马必胜吗 如果仅仅如此 还不足以体现李克勤的智慧 因为在李克勤眼中 自己手下猛将之援中 最有实力的并不是虞空 而是贺三 但是贺三要做李克勤的王牌 虽然虞空在信心和抗压方面看起来胜过贺三 但李克勤又兵心闲招 唯一一次加码拳给了虞空 李克勤是个实在人 直说本来不打算给虞空的 但是看见对手是面积人组合后 感觉胜算比较大 李克勤不但机智 还真是毫不隐藏的实在人啊 王峰似乎眼神兵法派出手中呼声最弱的一组 却一再给学员们打气 前面我们输了也不要灰心 问了王峰是否要加码时 王峰果然还是颇有演技 看似成因半想 经过一番很难抉择之后再做出决定 我看先没有这个必要 说完却也经不住大笑起来 面具人也深知实力不坚硕 连自己导师也没有信心 同时也说明虞空威慑力足够 以弱对强 在以中对弱 以强对中 王峰看来是生通田津赛马精髓 一切早有算盘 然而问题就在于中国好声音却不止三场 虞空带来的歌曲是星辰大海 和人家有实力招人疼 还不原创 把原唱黄云霄都乐开了花 虞空只一开口 网友立即表示第一句就赢了 节目组似乎也看到了大家的热情 以信雷不给言而知识插入广告 真是让人措手不及 那跟面具人组合也感觉到了自己难有胜算 所以破罐子破筛 索性来的首原创 给观众中中场休息或快进的机会 一些没闲着的观众还趁着他们唱歌的空档 对面具下歌手的容貌开始了各种猜疑 比如胖 瘦 美丑等等 可能观众要么快进 要么太忙着分些面具 所以没时间看字幕都表示不知道他们具体唱的什么 虽然虞空确实赢了 不过客观说这首歌的演唱终究缺失了些爆发力 幸好对手面具人组合够弱 依然胜倦文操 王峰明显对自己组员不太满意 评论时硬把《星辰大海》说成了张碧成的歌 这一紧张可把李克勤给逗乐了 对着王峰笑得且仰后合 导师投票方面基本没什么看点 正常情况下都是个投一票已是公平 避免拉偏价之嫌 但现场观众的投票角色还是相当精彩的 王峰第二波出转的学员一家 带来的又是原创 王峰没用加分权 看来他也是骨子里不喜欢原创 不过这小伙子确实挺卖力 硬是把结尾部分唱出了卡带的感觉 李克勤组的杨要杨演唱 说散就散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非原创 但是结尾时略嫌紧张 被导师王峰揪出毛病 但这一波王峰战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没用加码也是可惜 对此连李克勤都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一番庆幸 对王峰来说 一家算是自己学员中等水平 战胜杨要杨 可谓是郑重下怀 然而事态可不会按照他的想法发展 毕竟田径赛马赢两局就行 而王峰赢两局会输 时尚李克勤最大年龄选手的选手 而王峰派出姚小汤时 积木有一个唱赞助品牌的特写 这可是特别关照 当场让人替李克勤战队捏了一把冷汗 由于对手是强大的时尚 所以王峰依然没有使出加分拳 这次时尚带来了原状家 歌词很感人 但旋律似乎一开始就没能抓住听众 姚小棠倒是没有什么原状 不过选了一首全英文歌 按照惯例 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外国声音 历来就不受群众欢迎 在姚小棠对王峰和黄霄云帮自己选歌一通感谢之后 现场观众似乎也回忆起对这首英文歌的舞感 纷纷把票投给了时尚 李克勤就把这样赢了两把 如果下一轮王峰再输 则可能无法翻盘 当然节目组一般不会这样安排 不愧是意高人胆大 谭轩元带来的原创歌曲孤岛 其实放个原创方面的水平来讲 谭轩仙确实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演唱途中还插入了一段表演式的狂笑 大概只有导师才能够体会出他内心想诠释的奥义了 五颗月这样文静的女子 唱海扣天空虽然好听 但终究是少了那么点气势 演唱风格也不太合适用来对战 实在没有当初演唱漫出山滑石的经验 第五轮李克勤派出了他认为最强的贺三出征 如李克勤所料 王峰派出的是王OK 贺三原唱最娇小的身躯大大的吉他 本身就已经显示出了游刃有余的舞台感 演唱到高潮时 连吉他袋子都崩断了 还能不赢啊 第六轮王峰队拉几分类小能手 壮玉亮和李克勤队 真素露对战 真素露虽然选了一首英文歌 不过他的英文歌偏偏有种很合适的感觉 我要表示只有他的英文歌才能听完 比赛结果是真素露以最大的差距获胜 看来小曾的吸服能力真是不凡 李克勤更是兴奋的直拉着学院们跳圈圈 每当中国好市一镜头转到面具人时 弹幕局总会飘出许多让他们下去的话 但是比赛有彼此的规则不能起个哄就让人真的离开吧 所以大家都只能继希望于比赛之后将他们淘汰 终于事情向着观众希望的方向在发展 李克勤战队赢了 需要汪峰战队淘汰人而面具人刚好又在汪峰战队 所谓实时务者为俊杰 汪峰若有所思之后 无情送走了面具人组合 这简单一波操作就被节目组每顿神下五个盒饭 汪峰老师果然是智者千虑 万无一失 观众失